这是不是特别帅的人 很多人会没办法关注到 你努力的点 我觉得我也没有到那样的程度 你也没在努力嘛 可是小欧是 我们不帅也被讨厌了 林总 我爸今天开刀需要食饭 你能还我钱了吗 还什么钱 去年我借你钱你给忘了吗 大哥 这钱我一定还你 不还你我不是人 这十万你点一下 好 谁办订阅 钱永远不是问题 问题是我真没钱 哈喽大家好 欢迎回到D卡群奇 我们先欢迎今天的大来宾 小欧还有Jim 大家好 大家好我是Jim 还有小欧 脱口秀的那种场合 怎么介绍你们出场 你是很紧张 我有点紧张 那我刚 我刚喝了一点威士忌 你现在跟我讲话 我感觉你有点暗恋我 你怎么 看出来的 哈哈哈哈 到底他为什么要坐下面 因为他如果 摸起就被你看到 哇 哇 那个一头前45秒 one liner 真的 上场之前都怎么样介绍你出场 我很简单 我觉得说 嗨大家我是Jim 其实当你只要到一个 一定的地位之后 你就不用自我介绍 你一上来就直接开始讲断 因为大家都认识你 哦 今天D卡群奇呢 主要就是会在D卡上面 找一些大家感兴趣的文章 来跟大家聊聊 第一篇喜剧演员地狱梗理性讨论 在场大家都知道地狱梗是什么 他的笑点是建立在 会伤害到其他人的这个前提之下吗 是这样解释吗 我不会这样解释 我觉得大叔刚才很完美的体现一个 我们现在喜剧圈遇到的状况 就是 都是外行在定义 哦 哈哈哈哈 你知道吗 我叫我输 哈哈哈 不管讲到地狱梗啊 或者讲到喜剧上面的东西 一些专有名词 什么美式幽默 只要讨论起来都是外行在地狱 根本我们本身也都不认同 但他们就会把我们讲的 大家每个喜剧演员都相信这东西 我们先来看这篇文章 原po是想要讲些什么 他想要理性讨论一下 有人说地狱梗能开 有人说地狱梗不能开 还是说跟自己有关的 就不会开 他其实在好奇就是 你们明明说什么地狱梗 或者是什么玩笑都可以开 那为什么有一些 自己身边视影的时候 你反而不开 我自己的答案就很简单 就是不好笑啊 因为 烂事发生在视影身上的时候 永远是不好笑的 我们的工作就是把别人的烂事 我们看得出好笑在哪里 所以我们会拿出来讲说 哈哈你看他怎样怎样怎样 对Jim你好像没有自嘲过 我其实有 我其实有 讲他爸爸的那个梗 他算是自嘲吗 算自嘲了 跟着很高明的自嘲 哦 OK 我们就以那个Jim讲过的那一段 那一段来讲 哇 我已经看了一百万次了 姚若今年回来讲脱口秀了各位 我不知道有多长看过 他在走中奖的开场演出 但如果让我选的话 我宁愿再参加一次 我父亲的葬礼 到底是很自嘲还是小欧比较可怜 我觉得真正自嘲的是 他现在邀请他办了一个 寿标的 有没有 想不到吗 我觉得我的自嘲是走形式上的 就是我会在台上讲一些很靠北的话 然后大家在台下听说 干这你讲话怎么那么靠北 就会觉得很好笑 小欧就蛮常自嘲 自嘲就变成我人色一部分了 尤其是这支影片出来之后 我几乎每一场都会拿这个来开场 因为我自己的标签就是比较多是不好笑啊 而容缘啊 一开始有点不知道怎么去适应 发现把它变成自己人色的一部分 在台上直接讲出来 观众反而更有共感 那你们怎么看这个 威尔被胡巴掌这件事情 他那个算地狱梗吗 我自己觉得不算 我怎么看这个事件的话就是 你如果在开地狱梗玩笑 那有人走上来你要记得闪 这就是我的总结 这是你的看法 那我想要问你问题是 就如果下面看到有一个人这样走上来 如果今天你们被胡巴掌 没有 今天你闪不过 因为没有发生过这事件 你也不知道说会有人上来胡巴掌 直接报警了 不是 当下应该会傻掉 但是应该会 紧咬住他的手还是怎么样 你不错有空来 因为我现在蛮常在主持人们买的 我的风格就是很常会去做观众互动 通常我一察觉到 诶 那个人表情不对劲的时候 我很像那种鲨鱼闻到血的味道 你知道吗 你要不要讲你最经典的那个呢 那一次的状况是 我冒犯到他的职业 因为我问说 诶 现场有那个教职人员吗 然后他举手 我说你是做什么 他说补习班老师 我说那个不是要做教职人员 然后他举手就变了 他笑了 他当下马上就脸僵掉 然后回我说 可是我赚很多钱 他走心了 走心了 搞到后来我上台下台 都会去Cue到他 Cue好几次 但那个男生 就是一个poker face 所以我就当下想 哇塞我想到一招了 我就是假装跟他互相 嗆到最后 就是说你在等我没关系 我们等一下就一人拿一支球棒 我去厕所 我帮你口嚼 然后最后他就终于 终于这一个胖群就打穿了 他笑出来了 整场整个疯掉 哇 是什么 经典的OBAN MIR 真的可遇不可求 因为这个都不是设计好了 这个都是临死当下这样 这一场只有他都可以做得到 因为后来有些演员上去想要模仿他 所以这不叫老是什么 圓長安靜 那我們來看一些留言好了 B5就說了 沒有辦法把悲劇講成喜劇 不好笑硬講而已 那就是純粹消費想蹭而已 呼籲到剛剛Jim講的 就是你有辦法把他講好笑 這是喜劇演員他們最在乎 對他們來說 不好笑的才是地獄 對吧 對啊 說哪 為什麼我都沒在講話 因為我一轉頭就看到你那一包 我就有點害羞 姓名為原味 你知道他不講話的原因嗎 你真的假的講話的原因 我真的假的 你是小S的角色欸 他還不知道小孩子那種可以直接跨我去的地方 不要 你跨上來腿會斷欸 我也覺得欸 他為什麼叫Zona Rona 他走心了他走心了他走心了 我講 我聞到血的味道了 他為什麼開在我身上 我們來看下面一篇貼文 男孩版的貼文 天生長得帥氣的困擾 哇 這個很明顯針對小鷗啊 肯定沒有困擾 沒有 沒有這個困擾 我想知道他會長多帥 讓我看一下他的照片 通常這樣講都沒有照片 但他有先給了一下 他覺得自己帥度大概照哪 他跟一群朋友去買飲料 店員只會對他微笑 跟買菜的阿伯阿姨 會給你折扣 路上有女生盯著你 即使他身邊有男友 他還是會盯著你 他說他的帥度大概到這樣 那他有什麼缺點呢 也會很容易莫名喜歡被男生討厭 就覺得他比異性緣好好 人都給你追就好了 長得好看行為不能預舉 不能說髒話 不能翹腳 做任何事情都要完美 他實在太多缺點了 哦 好有道理欸 這個很像反串欸 你能夠體會嗎 很有道理欸 為什麼不是先問我 來賓嘛 來賓 來賓 我覺得這個人像在反串欸 他根本就是討厭帥哥 然後他自己本身不是 所以他就把那種帥哥的一些東西寫上來 事實上那些看起來都是行為的問題吧 不太是長相問題 有啊 可能長得帥性 就會被同性討厭這件事情 你自己認懂嗎 你有機會自己帥嗎 蠻多男生討厭的吧 對啊 那他都討厭我 那討厭的點 其實我可以理解啊 因為我有這些困難 你們互相討厭彼此 可是是不是特別帥人 很多人會沒辦法關注到你努力的點 可能會覺得 你可能帥你就可以講就好了 我覺得我也沒有到那樣的程度 你也沒在努力嘛 是這意思吧 OK 要小心 我要笑 我要笑 給你主持 跟我給你主持 我覺得到時候剛剛講的 你也有可能 有人會因為你的外表 而忽略了你其他的地方 那你們有覺得 長得好看容易被同性討厭嗎 不會 我就講沒有了 你沒有 他每次你回答都覺得 我沒有 好荒謬 你沒有 好荒謬 我當然要說沒有 我剛剛不是說有嗎 你才過分嗎 可是想說是 我們不帥也被討厭了 我不是 我不是 這個可以說嗎 我不是 我是覺得就是長得好看 其實真的有蠻多優點 他講的一些缺點 我覺得可能有幾點很多認同 但是我還是覺得 綜合起來 我覺得大家應該還是都希望 選帥 然後被討厭 沒有人要選 我要受歡迎 但是我要長得醜 對啊 你看像郭台銘也不會 不會擔心人家嗆他 說幹有錢了不起 不會吧 對啊 我是有錢 不會啊 那應該是爽啊 而且人都很容易看自己沒有的東西 對對對 那我想問你一個 我有問過博恩一某樣的事情 你希望大家稱讚你的段子 還是你希望大家稱讚你的段子 那當然是段子啊 當然是段子啊 段子我覺得已經夠好了 就你可以自己夠多能量 對 不需要而外的稱讚 但是段子這種東西 真的是很走心的 我這樣舉例好了 你講完了一個 就是你很滿意的段子的時候 有台電話說 Jim 你真的好帥喔 喔 你知道我怎麼解讀這種回應 或是留言嗎 因為我段子寫得太好了 大家才會覺得我帥 真的嗎 真的 我是這樣理解 你是不是有點在安慰自己 你知道我在OpenMind上面 看過多少長得很不錯 但是講笑話沒有人笑的人嘛 人家就不會覺得帥 他在現場就只有尷尬兩個字 大家真的直觀你好不好笑 你長得醜大家也會覺得 哇 你醜得好有特色 不好笑會直接被隱藏就對了 不好笑你就真的醜 這痛 哇 這表演者好胖喔 可是他好好笑 我好喜歡他 他胖得好可愛 你會得到這樣的答案你知道嗎 我原本這個問題是想要問說 你比較想要看到 Jim 好帥的這種朋友 還是Jim 這段子太屌 對我來說是一樣的 是一樣的嘛 我覺得是一樣的 你覺得稱讚你帥就在稱讚你段子 對 我覺得是 好 我們直接來看一下那邊貼文 這來自感情版的貼文 聊天中的幽默感 男女都需要 相信很多女生都喜歡 很幽默感的男生 但他覺得 女生自己本身也有點幽默感 不然很容易 就是聊天起來會性質缺乏 而且呢 就是常常來找到聊天異性 如果沒有一點幽默感的話 不管再有好感 對話都很容易結束 所以他覺得幽默感很重要 你們覺得你們自己平常生活中 是一個幽默感的人 我覺得天生好像會有一點那種基因 可是我自從做了這個工作之後 我私底下變得會超級平板 不想要特別搞笑就對了 對 我會覺得那是工作 哦 沒有 他私底下就超愛講幹話 那你講場面話啊 你不怕啊 我私底下也那麼好笑啊 哈哈哈哈 這是為了鋪這個 哇塞 又撞技了 太容易上高了 小歐你覺得那些 我就普通啦 其實在上半不要看裡面 你排第幾好笑 因為大家都會一直講話嘛 像呱吉 蔡哥他們就是很喜歡 拼拼拼拼拼拼講 那我通常都是 屬於陪襯的不笑點那種 所以你反而不會去爭那個地位 對對對 君怎麼 你怎麼一直 沒有 你那個也扯 你的意思是什麼 沒有 還想爭啊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存在感最低而已 幹 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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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那像剛剛Zona那種 一回頭說去你們一大包 你覺得這算幽默嗎 我覺得蠻幽默的 真的啦 真的 蠻好笑 你知道我剛剛為什麼要 就是說那一句話嗎 因為博恩有來 然後我有看 你剛剛在比較 只是比較誰比較大包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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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的結論是 博恩比較大包 哈哈 對 這是個讚 你知道就好 確實啊 我覺得應該也是啦 因為博恩他的長度就是 剛好就往那地方長嘛 人家說那個L型啊 什麼身高越高的人 就越小 我來試試看看 哈哈 欸 現在真的比較多 就成翻筆啊 沒有其實巨子蠻 真的 你大腹子怎麼那麼長 你大腹子 你大腹子超長的 你是不是有去接 你知道嗎 你的L不太對近 那我真的是天選之人 哈哈哈哈 所以你們都沒有特意在培養幽默感 這件事情 因為我自己在小時候就是班上就是邊緣人 我那時候很喜歡就是圍繞在班上最好笑的那幾個同學旁邊 陪笑 對對對 我就是 就是現在的工作 哈哈 就是我就是跟我們工作一樣 哈哈 欸這個有用嗎 是 這個可以 這個可以 好 苦中作樂 好啦說到笑點 我們今天每個人準備了一個One Liner 哎呦 可是其實也不到One Liner 短笑話 他其實最好理解就是他很短 他不用過多的鋪層 他也不是敘事型的 他最短就是上面一句 下面一句就是笑點 不能上面兩句嗎 可以 也可以 寬鬆一點的話可以 那從最不好笑的開始講 那我先好了 那我先好了 大家都知道 不講話的句是末句嘛 那大家知道不講話的人是什麼嗎 呃 喳巴 不是 是布魯斯威力 哦 第一個 詩宇陣 哦 詩宇陣 抱歉 抱歉 哇 你們理解得很快 過了 這還要搭配一點 對布魯斯威力 是 你這個東西去Open麥獎會中 這個事件的當下會中 有沒有一點節奏上面的建議 大叔你就好好做好你企劃的問題 第二則 這是我的主管 他動雷射手術 請假一陣子 然後我就提前兩個小時下班去逛街 朋友就問我說 欸 Luna 你這樣子下班 你主管不會發現嗎 然後我就說 沒關係啊 反正他現在也看不到 這個就是 不好笑的地獄梗 我有領先一點嗎 好笑 好笑 他現在看到了 過年回家的時候 看到我奶奶 這已經不是 蛋糕系 沒關係 沒關係 過年喝了喝點小酒 然後有點不然講冒犯的話 跟他說奶奶啊 就是你以後走了之後 那個遺產要留多一點給我們啊 舊奶奶就站起來 巴我一巴掌 我是你舊媽 不是奶奶 我真的蠻開心今天來這裡 我真的蠻開心今天來這裡 就是 了解 我真的讓我了解到 我真的好好笑你知道 開玩笑 沒有 我知道 okok 因為真的是準備過才知道 這真的不容易 要不要弄一個企劃 就是你們這樣子 一人準備三分鐘來Open Mind 來我主持的場 誰還活得下去這樣子 因為真的要在那個情境當下 真的抬上去 面對一個陌生的觀眾 在那個脈絡下 才能知道到底好不好笑 同理證明你們那些段子 你們也沒辦法自己再加錄 然後放在網路上給觀眾看 因為要有現場的觀眾 對 那才是一部分 所以博恩當初會成功 是因為他的場主搭得好嗎 這是笑話嗎 沒有 我本來講 這是事實 沒有人接 我覺得你從今天開始放棄 講笑話這件事 我們來看他下面來自 YouTuber版的貼文 不當YouTuber會在哪 做什麼工作呢 他有沒有想要問呢 如果沒有YouTuber這個職業出現 這些YouTuber會在哪裡工作呢 或是當初這些YouTuber 自己的夢想職業是什麼 先問一下 Jim跟小鷗 你們都有做過非常多份打工對不對 做滿多工作 我也是算 但我最長的工作就是卡米地 在那邊做13年吧 那你們可以分享一個 你們自己做過什麼 令你很印象深刻的工作 我有種過田欸 我那時候在那個有機農場 廣市裡面種 種一種他們集貨包裝 然後弄到全聯去賣這樣子 我那時候要去上那個農委會的課 你要認真弄這個 對 已經領到證書了 因為要那個證書 才可以去申請那個青年農貸 農業貸款 然後要去認真搞一塊地的時候 爸的那時候就檢查出生病 變成說我不能去執行怎樣 因為我隨時會被調回去處理他的 不管是照顧或者是後事 那我就要再想辦法去找一個 隨時可以抽離來照顧他的工作 最後就發現 欸 那就來做喜劇好了 哇 這是一個 可以說做就做 那要做還做不來 可是你會不會心情無法切換 在台上的時候 哇 完全不會啊 完全不會 而且你在爸爸身邊 你不會夾段子給他聽對不對 不會 夾段子給他 不會做你們剛才在做的那種損失 太恐怖 那小鴻你做過什麼特別的大工 其實還好 真的印象最深刻還是卡米蒂 基本上我所有技能都在卡米蒂學了 霸台啊 然後當那個劇團的製作啊 然後燈音控啊 剪接也是 我最早開始剪接 就是在卡米蒂剪他的預告片 如果沒有那一段的話 也不會有後面的事情 包括加入商談不要看的線 Jim 你覺得如果你 台灣人其實就是淹沒 那你覺得你會做什麼 真的我就會去執行我的這個 種田的事業吧 為什麼你那麼喜歡種田啊 他已經會變成是一個生活型態 變成是你生活在一個農舍 然後你每天打開門 你踏出去就是一塊土地 你的收成你的事業 全部仰賴於你的沒分耕耘 然後你賺的沒分錢 都是你自己種出來的 那小鷗呢 應該就回去接卡米蒂吧 其實也是做習慣 而且之前有一次跟卡米蒂的老闆 SOCIAL聊天就說 小鷗什麼時候回來 我不知道是因為他那時候覺得 上面不要快要倒還是怎樣 就一直 小鷗你什麼時候回來啊 我需要你啊 那你那時候怎麼回絕他 我就說哈哈 心裡想光他笑 沒有沒有 回去領那個 什麼薪水 錢很重要啊 那大叔你們 我應該會走廣告業 就是想一些廣告企劃 或是一些 酒杯藥的那種嗎 可以可以可以 可以啦 又是我話我應該想當那個吧 開一間早餐店 為什麼 因為我覺得就是 是一個不一樣的人生 因為他其實很早起床嘛 很早就結束了 跟你以前像這種 我們工作作息是完全不一樣 然後會認識很多的人 我覺得這種人生 我會蠻想試試看 對 可以認識很多不一樣的人 那以上呢 就是我們今天第一卡的巡奇 那最後請 Jim跟小鷗 我們來分享一下 你們今天來的最重要的目的 終於啦 終於 他等到他等很久 你代表 你代表 我呢跟小鷗跟大天三個人 現在有一個 校園巡迴的一個專案 只要你是大學生 然後你可以聯繫 你的學校單位 或者是不管是社團 或者是學生會 只要聯繫他們 填一個表單 就有機會可以邀請到我們 到你們學校去表演 那因為我們現在也大概 二十多場了 最後是六月的時候 我發現六月的場是好少 是因為六月 大家都 畢業了 畢業了 放棄比較好 其實大一道人也沒關係 對 原來是這樣啊 也有可能就單純 就六月比較長的暴民 對吧 就是內不好 我們已經到天了 對 歡迎大家找Jim跟小鷗 還有大天 三個人一起巡迴 到你們學校去 好啦 那以上就今天的D卡的巡奇啦 然後大家可以點選 下方的資訊欄 有今天文章的連結 還有暴民這個校園巡迴的資訊 最後停打打一下 現在出售的必備 用手機號碼就可以註冊D卡囉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掰掰 出售的